我爱看番,你也爱看番,所以要选出十部番剧上榜,绝对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但是再难的工作也要有人来做,下面就是我们评选出来的十部有史以来最好的番剧。 特别的它是一部长度低于平均水平的番剧,但是作为一部科幻喜剧,它确实做到了在观众的新鲜感消耗殆尽之前就体面的结束这一点。 特别的它与它的漫画原作一样,用奇异怪弹的手法讲述了一个普通郊区男孩与他极其亲密的外星朋友之间的故事。 其中,超空间巨型机器人的设定也相当带劲,由摇滚乐队The Pillows现场的主题曲,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超现实风格。 它与实验性质浓厚的作画风格一道,让特别的它成为了一部特立独行的优秀作品。 悠悠白书讲述了发生在不良少年普犯幽著的奇幻故事,但是这名不良少年却在一次车祸中为了救助小朋友毅然牺牲了自己。 死后的他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扰的事实,无论是灵界还是魔界,都没有预料到他会牺牲自己拯救他人,因此灵魔两界也没有给他分配名额,所以他只能重回人间,向神灵证明自己有能力干预妖魔事物。 于是他带上自己的武器与几个朋友一起,作为侦探小队纵横三界。 故事在一次武斗大会上达到了高潮,毕竟少年慢可缺不了武斗大会这一经典元素。 在《新世纪福音战士》播出二十多年后,我们想要知道其结尾的含义,而《安野秀明》这部《画时代》著作背后的谜团,也与作品本身一起,成为了《新世纪福音战士》故事本身的一部分。 虽然动画版最后两集充满了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新世纪福音战士》极大的提升了机甲动画所能达到的深度。 其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哪怕与电影剧集相比,也十分出众。 《新世纪福音战士》庞大粉丝于周边市场无视无刻不在表明,非凡而充满艺术性的故事创作,哪怕经过几代人之后,依然能够与观众产生共鸣。 全职猎人的展开就十分经典了,主人公小杰为了寻找失联多年的父亲,从一个小村庄出发,踏上了寻亲之路。 而此时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爸爸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猎人,因此小杰便参加了严酷致命的猎人测试,成为了一名猎人。 这剧情听起来过于王道,似乎光听开头就能将剧情拆个七七八八,但是要是这么想可是大错特错了,无论是高潮叠起的剧情设计,还是主角与反派的人物刻画,都堪称经典。 当然了,作为一部少年漫画,全职猎人的动作场面也绝对不容错过。 可别让标题唬到你,路人超能100是一拳超人作者One的又一丽作。 路人超能100既是新概念动画的模仿者,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故事围绕内向男孩冒幅展开,但不起眼的他却是强大的超能力者。 本作设定上的亮点是,他的超能力强度会随着被压抑的情感而膨胀。 当计量值达到极限时,整个世界都有毁灭的危险。 路人超能100的优点是幽默的叙事风格,小而今的人物设定。 以及冲击强烈的视觉效果。 第一神拳是同名超长连载少年漫画的动画画作品。 他讲述了家中精英钓鱼船,总是被欺负的少年目之内衣部, 在被霸凌的日常中发现自己拳击天赋的故事。 作为一部循序渐进的运动作品, 第一神拳最大的特色就是对交战双方角色一视同仁的细致刻画。 运动员的生活不只是枯燥的训练, 与对手的交流与联系也是神掌生涯中重要的一环。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在众多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了。 不论是漫画还是动漫, 航海王都长期占据着人气榜的榜首, 这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 漫画家韦田荣一郎这部永不完结的海盗冒险作品, 不但持续高质量连载了惊人的22年, 而且每一部新篇章都能给观众带来令人激动的崭新世界。 并且这部作品还能一直与冒险刚开始时就埋下的伏笔进行呼应。 航海王很好地平衡了叙事性与戏剧性, 但比起其他作品, 航海王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用心。 作为一部动画, 怪物的剧情绝对算得上是最佳之一, 但是除此以外, 它独特的风格又与其他的番剧格格不入。 在一个由巨型机器人以及超能力统治的奇幻世界中, 怪兽反而成为了最贴近现实的一种设定。 这是一个黑暗肮脏的世界, 一名好人因为践行心中的正义而失去了所有, 而他也必须顿入黑暗, 亲手结束由他所犯下的罪孽。 星际牛仔已经问世二十代有余, 但他依然跟得上时代的浪潮。 由知名动画导演杜边新英郎指导的这部作品, 向观众介绍了斯派克、杰特、菲、爱德华 和爱因所生活的太空西部事件。 作画细致、主题深邃、角色刻画鲜明 以及众多风格多变精心制作的配乐, 让这部作品成为动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星际牛仔早已超出动画的高度, 美国作家Orson Scott Card, 电影导演Ryan Johnson 以及著名演员Robin Williams 都对这部作品赞不绝口。 优秀故事是星际牛仔成功的关键, 而成年社会的种种悲欢离合 也让赏金猎人团在广袤宇宙中的冒险更加团结。 众多动漫中的胜出者来了, 凑综复杂的世界观设定, 众多形象鲜活的角色, 标志性的场景设计, 以及紧张刺激的战斗场面, 共同练成了《刚之炼金术师FA》这部优秀的作品。 等价交换是炼成的基本规则, 我们能够体谅艾尔利克兄弟 为何如此执着于将逝去的母亲复活, 甚至不惜触犯人体猎成这一最大经济。 然而无情的现实再一次击碎了他们的梦想。 哪怕如此, 兄弟二人也毅然决然踏上取回失去的东西的旅途。 而在旅途中, 艾尔利克兄弟逐渐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背后, 由怪物、政府、民众的怨念 相互交织而成的巨大无比的阴谋。 《刚之炼金术师》用最优雅的手段, 将各种阴谋以一种难以忘怀的手段揭发出来, 甚至让观众在电视前不自觉地站立起来为艾尔利克兄弟喝彩。 不骗大家, 真的, 我们为了这个名单吵了一个星期。 那么大家信中的神奏名单又是怎么样的呢?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